有 防腐機啊 有我們也擔心 學生其實長期在這個壓迫 到底在教育他有什麼心理 就是遙控無時無刻都在塞車 塞車很多很浪漫 根本買不起房子啊 房子現在要一兩千萬吧 他比我蠻年輕 所以我覺得他們應該是 我感覺起來香港走的 還比台灣更快 因為對我來講我會很希望 台灣的學運這個世代 也可以盡快的投入政治 所以以這樣的比較的話 我覺得香港的這個勇氣 也可以很值得我們的接近 這個選舉其實讓我們覺得非常興奮 那也會覺得說 其實香港的這個進展 比台灣其實我覺得又多更多 那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其實是那個選舉制度的不一樣 香港其實是比例代表制 那台灣是單一選區 那在比例代表制裡面 其實你看到香港這次 各式各樣的新興的政黨 第三勢力的政黨都有席次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令人興奮的一件事情 從2015年的這個太陽花雪運 然後一直到今年台灣的選舉 那到最近的這個香港的選舉 其實都是在代表一個新時代 新價值的一個展現 大家對於就是中國的崛起 還有它變得越來越強大 是心裡面還是有這個陰影 還有強烈的感受到威脅 那其實伴隨而來的其實是它 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壓力底下 香港或是說台灣能不能夠再保有 它這個民主自由 還有言論自由 還有經濟上能不能夠維持 相當的獨立性這樣子 那所以香港這一次的選舉 其實也代表某一種 這個世代價值的一個反應 台灣跟香港會比較拿來做比較 要是因為某種程度都面對中國政府 蠻強大的打壓 那香港其實比台灣還要更辛苦 所以我想他們的反應 他們年輕一代參與政治的這個速度 那可以比台灣可能更進一步的原因 可能也是因為這樣 因為他們受到的壓迫 其實比台灣還要更強 不管是台灣的太陽化運動 或者是香港的雨傘運動 其實你都看到就是年輕人聚集得非常快 行動力很強 那一個很大的原因當然是 就是這個社會網絡 就是社會媒體這一塊 讓許多的訊息在網路上 它很快的年輕人會吸收到這樣的訊息 那也很快的會被訊息 就是藉由他們的判斷 未來決定要不要參與一個社會運動 所以目前的社會運動 跟過去的社會運動動員方式完全不一樣 那它速度也會比過去快很多 這也不只是台灣跟香港 全世界各地都是一樣 你經過了某種程度的壓迫之後 走這個社會運動的路線 再搭配選舉的路線 這一定是要這樣子才能夠促成改變 那我想不只台灣 不只是香港 很多世界各地的國家都是一樣的方式 那從體制外走到體制內 其實也還是有蠻多的挑戰和困難 需要去克服 因為街頭抗爭跟實際上的這個 在體制內的立法和修法和程序上還是很不一樣 那某種程度是說 其實就像白米賽跑 其實你用盡全力衝刺到終點 可是真正的比賽現在才要開始 在體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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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